本地的旅游业逐渐的复苏 今年首8个月 我国迎来了300万入境旅客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20倍 政府计划促进国内旅游 在新元表现强劲的背景下 继续吸引旅客前来 贸工部长严金勇书面回复议员询问时说 根据新加坡旅游局的调查 同其他9个主要竞争城市相比 我国仍是休闲和商务旅客的首选 除了花费 我国的价值来自产品质量 服务 体验 效率 以及同地区和世界的联通性 部长说 新加坡旅游局在今年初 概述了发展旅游业的策略 包括加强我国作为商务中心的地位 为本地活动和体验注入更多好玩的元素 成为世界上最可持续的城市目的地之一 并把我国打造为城市康乐天堂 而当局新推出的 极客随心所网 新享师城营销计划 也将会协助旅游修行业者的营销 宣传到海外市场 部长指出 旅游局会继续的深化和航空公司 旅行社和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 以推动旅客人数和消费 我国也将会继续的通过提供独特有质量的体验和产品 加强我国的吸引力